诶 这边是出口吗 这边就是出口 那个我拿一打火机 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甲游的第26天 在亚新门外溜达了一会儿 下午4点28我们再次启程 接下来要去乌鲁木齐最著名的 新疆国际打巴扎去转转 下午4点43返回到216国道 一路向北穿过G30走上仓房沟路 之前在伊宁带小朋友们转了转 伊宁国际打巴扎 今天到了乌鲁木齐 小朋友们还要去看看新疆国际打巴扎 毕竟那是乌鲁木齐的地标之一 其实国际打巴扎距离我们并不远 导航也很容易能指引到 不过毕竟今天是第一次开车进乌鲁木齐 又要去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地方 就跟之前开车到兰州一样 估计找个停车位都会很困难 所以我导的是打巴扎附近的停车场 渐渐走进乌鲁木齐市区 小朋友们很快就感慨 乌鲁木齐确实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城市郊区也是那些大型开发商开发的新楼盘 慢慢进入城区能够逐渐地体会出 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 城市中的天桥也都是带顶棚的 这样可以遮阳挡雨的天桥 在施牙庄确实不多见 下午4点56 从仓房沟路左转进入雅山路 继续向北前行 5点01由雅山路转入南环高架桥 上了高架桥开起来更顺畅了 不出所料车跑在高架桥上 在东南环拐角的地方正好可以看见国际大巴扎的建筑 此处没有下桥的路口 看来要到前面下桥再掉头回来 下午5点05从越近路出口出来 然后走到越近路掉头 往回走高架桥下的东环辅路 也就是金银路辅路 尽管有导航提醒 但毕竟对路况不熟悉 此时一边听着导航一边前行 发现停车场的门都关着 一不留神在和平南路没有出 结果直接走上了团结路辅路 下午5点10分 只能从团结路辅路右转进入新花南路绕回去了 往前走是自治区人民医院 通常医院的门口附近都会比较堵车呀 随后右转走上龙泉街 一直下去能够到达大巴扎中间的前方南路 其实这样绕着大巴扎先跑一圈倒也不错 起码先了解了地形 观察了实况 为接下来具体停车做了初步的准备 南北走向的解放南路 接近东南一环高架桥的位置 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大巴扎 路东是规模庞大的新疆国际大巴扎 路西则是历史悠久的乌鲁木齐二道桥大巴扎 我们现在的右手边有一座白色的清真寺 名为白大寺 继续往前走右手边就是二道桥大巴扎 在乌鲁木齐有一句俗语 不到二道桥就等于没来过乌鲁木齐 二道桥被誉为新疆民族贸易的灵魂 和新疆旅游购物的一张名片 可见二道桥在乌鲁木齐乃至新疆的地位 其实二道桥是乌鲁木齐南城的一个地名 商谷云集会成巴扎 巴扎在维吾尔语中就是集市的意思 而二道桥大巴扎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早在公元1881年 中俄伊犁条约之后 在新疆乌鲁木齐给鹅商划出了某一圈 北起黄城巷 南道三屯碑 西至新华南路 东至延安路已东 那时一座南北走向的木质桥梁跨河3.5米 宽约4米 从迪化东面二道湾河水流经于此 注入乌鲁木齐河 二道桥由此得名 到1907年的时候 聚集于此的鹅商洋行已经增加到30多家 形成了洋行街 此街就成为了二道桥的雏形 随后几年 二道桥主见商谷云集 名阳四方 每日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到清末民初的时候 东西往来的驼队 以及中西亚的商谷 都在这里进行商品贸易 很快 二道桥便成为了乌鲁木齐的商业中心 以及中西亚各国商业贸易的集散地 岩桥两侧顺势而起的店铺 由以和田玉交易和黄金加工业为主 此外还允集了喀什土布 和田丝绸 玉石 苦车肥皂 铁器 烟气蘑菇 杏干 以及屠鲁番的葡萄干 等众多新疆本地特产 另外还有来自俄国的盖子布 巴基斯坦的铜器 土耳其的首饰等国外特色产品 仿佛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要驿站 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演变 二道桥大巴扎 一直都是新疆乃至中亚地区 最重要的商贸市场 眼看着开车 又绕回到团结路辅路和金银路辅路 在高达桥下 又跑回到差不多越近街掉头 重新再走一遍金银路辅路 绕回到解放南路上 下午5点31从和平南路路口出来 经过和平南路右转到解放南路 终于又回到了大巴扎中间 刚才说到解放南路西边的二道桥大巴扎 现在我们的右手边 则是二道桥大巴扎对面的 新疆国际大巴扎 于2003年6月26日落成的 新疆国际大巴扎 就在我们的左手边 是乌鲁木齐的大型地标建筑 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 比土耳其大巴扎的面积还要多出9000平方米 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 好不容易在大巴扎绕了两圈 才看明白各个停车场的位置 有时候开车就是这样 眼看着目的地近在咫尺 但就是找不到停车位停车 这一点小朋友们曾经在天津水上公园那里 也有深刻的体会 甚至连执勤的交警都提醒说 来水上公园别开车 最后终于在大巴扎绕了两圈之后 找到了停车场停好了车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50 看来开车来趟二道桥大巴扎真是不容易啊 还是坐地铁会更方便一些 坐在车里休息一会儿 看天气似乎是要下雨的样子 赶紧下车去大巴扎里逛一逛 那是二道桥大巴扎 这边是国际大巴扎 正好我们走在解放南路的东边 那就先去新疆国际大巴扎吧 现在的国际大巴扎同时也是4A级警区 进门要检查行程码抗核酸 国安警要把相机拿出来 连打火机也被搜出去了 这得绕一大圈啊 然后安检再见 经过安检走进大巴扎的步行街 路边都是精致的摊位 少数民族特色商品琳琅满目 夏季的大巴扎是旅游最旺的时节 在这里不仅可以领略民族风情 还可以选购新疆及中亚特产 最后还可以品尝新疆的风味美食 走在步行街中 同时也可以看出 新疆国际大巴扎在建筑风格上 使用最本质最具生命力的元素 采用土黄色为主色调 融合了希腊 古罗马 西亚和中亚等建筑因素 这是葡萄干吧 二道桥清真寺是国际大巴扎中标志性的建筑 整个国际大巴扎有两座规模巨大的大楼 中间是一个广场 广场的南侧就是二道桥清真寺 据说这里每天都会响起几次宣礼的独经声 伊斯兰风格浓郁 新疆国际大巴扎遵循伊斯兰建筑风格 以传统磨砖队缝与现代布面工艺相结合的处理手法 体现空间和光勇的变化 在涵盖现代建筑的功能和时代感的基础上 重现了四周之路的商业繁华 其中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整体风格吸取了伊斯兰和维吾尔建筑的精华 其实在新疆游玩的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小朋友们见到了很多很多民族风光浓郁的建筑 现在来到国际大巴扎 仿佛能感受到之前看到的所有民族特色的景观和商品都被浓缩到了这里 尤其是曾经见过的库车大寺 还有昨天刚参观过的屠鲁藩苏公塔 在国际大巴扎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 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筑的外墙都采用了工艺砖 据说工艺砖墙始于两河流域 沿至中亚而达到其记忆的顶点 比如现在公元90世纪末布哈拉的萨曼陵 是全部用工艺砖构成的经典之作 所以说国际大巴扎这样的建筑风格 在外人看来完全就是新疆民族建筑的风格 在外人看来是新疆民族建筑的风格 下面那个山址是 嗯 走进大巴扎里面 长长的电梯只通顶层 各种各样的特色商品 感觉就好像走进了一座大超市 一座大 咱们先走进去 好 好 但与超市不同的是 这边的商品货架更精致 过道空间更大 走在其中就好像逛街一样 不会有超市里那种压抑感 刚才聊过 新疆国际大巴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巴扎 即伊斯兰文化建筑 民族商贸 娱乐 参演于一体 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集地和展示中心 又被称为新疆之窗 中亚之窗 世界之窗 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 集中体现了浓郁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从大巴扎里出来 小朋友们很好奇 广场中心这座八十米高的死守之路观光塔 看上去就跟图路翻的苏公塔很像 昨天苏公塔没能登顶 今天有机会可以上到观光塔上看看 站在观光塔顶层 透过巨大的落地窗 可以将大巴扎附近的风景和城市景观一览无余 从观光塔走出来好像开始下小雨了 骆驼和乐器的雕塑营造出了丝绸之路的风情 正好旁边有一个步行街的入口 横穿过去就又回到国际大巴扎的出入口了 走进步行街 无数的摊位热热闹闹的 有打包的 有直播的 非常繁忙 自2003年6月26日 国际大巴扎主体鞠躬落成后 它就成为了乌鲁木齐标志性的建筑 同年9月 国际大巴扎宴会厅正式开业 11月入选乌鲁木齐市新石景 从步行街走出来感觉雨又大了一些 小朋友们也不确定 要不要去马路对面的二道桥大巴扎 那边还有一条美食街 反正当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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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e鲎市成绩 这边是出口吗 这边就是出口 我拿一大火机 从国际大巴扎走出来 突然间雨大了 二岛桥大巴扎和美食街就不去了 赶紧回到车上 去酒店吧 坐在车上 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上 小朋友们还说呢 要是现在从丝绸之路观光塔上看的话 景色可能更朦胧 更梦幻 那80米高的新疆第一观光塔里 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塔顶到底能看到哪些风景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的 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算书 我们不见不散